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去年311大地震十周年 安倍特地帶起60年沒碰過的鋼琴 彈奏曲目花靜在開 為民眾祈福 如今已成罪役 回顧安倍一生 1954年出生於東京都的政治世家 父親安倍晉太郎曾任外務大臣 外祖父岸信介和外叔公佐藤榮作 皆擔任過日本首相 并非畢業於鼎大的安倍 1993年首次當選國會議員 2005年出任前日相 小傳純一郎內閣官房長官 憑值在政壇豐富的經歷 2006年當選自民黨總裁 成為二戰後最年輕的首相 不過短短一年卻以健康因素請辭下台 2012年捲土重來安倍再度當選日本首相 連任三屆長達7年8個月 成為日本憲政在任最久的首相 期間推出的安倍經濟學 重增日本泡沫化經濟 並積極拓展國際外交關係 違法起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 提出印太購賞的重要推手 台灣有詞那是日本有詞 即是日米同盟的有詞 射任後安倍仍多次公開力挺台灣 包括法民聲援遭中共打壓的台灣鳳禮 據眾協調促成日本政府去年捐贈台灣 超過百萬劑的疫苗等 從踏入政壇後 安倍亦多次訪台會見台灣政要 並與促成台日友好關係的前總統李登輝 有著深厚情義 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不幸在8號遇跡身亡 享受67歲 曾提出要在今年訪台的計劃 亦再無法實現 悼念之餘 總統蔡英文亦呼應安倍所彈奏的花正在開 感謝安倍對台日的貢獻 期盼未來能夠令更多台日合作開花結果 12日下午 帶有安倍遺體的靈車從東京增上址離開 大批日本民眾早已在路旁等候 為了目送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的最後一程 他們叫安倍先生 多謝你 再見 安倍的夫人安倍超位坐在前座手捧排位神情愛上 當日下午2點半左右 安倍的靈車先擾行自民黨黨部 再前往日本受相官邸 和國會議士堂等地 沿途有民眾聚集悼念 日本首相安田文雄 首持佛教念諸 率領官員在首相官邸向安倍合拾致意 安倍超位以喪主身份主持喪禮 一媒報道他在喪禮上表示 事情來得非常突然 現在好像在夢中一樣 他也透露安倍在家很溫柔 好會令人開心 是一個歡喜為人做事的人 他相信丈夫看到這麼多人來參加喪禮 也會很開心 另外日本媒體直播影像清晰可見 在僅開放安倍親友出席的喪禮上 中華民國台灣副總統賴清德 和前國策顧問金美玲一同出席 賴清德副總統長年重視對日關係 和安倍家族多有互動 結下情誼 這次赴日系私人性質行程 也創下台日短交以來赴日本的最高層級官員 美國一連派出三位政府高層前往日本 包括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財政部長耶倫 和美國副國務卿康達 連接向安倍致意 前日本首相安倍晉三遇息身亡後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緊急增加行程前往日本 代表美國向安倍晉三致意 剛好安排訪日行程的美國財政部長耶倫 也推特發佈照片表示 今天在東京 我有幸向安倍晉三首相致敬 對日本和世界來說 安倍是一位有軟健著色的領袖 她的遺產將在更繁榮的日本 以及我們兩國之間更堅固的夥伴關係中 繼續存續下去 同一日 美國國務院也發表聲明 宣布亞太助興康達 也將會訪問東京 就安倍遇息 向日本人民表達哀悼 聲明中寫說 她將與日本高層同僚舉行會議 就廣泛的區域和全球議題上 討論和推進美國及日本之間的 堅固夥伴關係 美日同盟是印太地區和平穩定的基石 我們的廣泛合作 對於應對全球挑戰上必不可小 包括應對俄羅斯對烏克蘭殘酷 而且非法的戰爭